第二回合之表賽 第一個題是請看五秒 國民媽媽 國民媽媽是誰啊 是演員裡面的一種類型的角色嗎 第二個題是再看十秒 R2 林美秀 美秀姐 她是R2出來的嗎 對 對 她就來先吃一點食物 林美秀答對沒有 這個R2沒有猜出來 孟姜女也猜不出來 對 這是以前侯堂廣告 對 侯堂廣告 來 小馬的九龍哥攻略賽請就位 小馬女子君 來囉 來 請出示她的九龍哥攻略賽提醒 第一個題目 歹路無...不是歹路 不是 新手爸媽的睡眠 是 因為她新手爸媽還是才一歲 聽說 對 快 手錶 韓俊亮 講的是你喜歡收藏 對 潮牌歷史典故 這也是你非常有興趣的部分 硬搖滾人格 就是你最愛的音樂典型 類型 開車入怒症 就是你喜歡開車 脾氣不好 畢卡索的一句話 你對於這個藝術 收藏 欣賞 埃及美女的碳 這個基本上 因為外景節目的關係 環保再生能源 就是我們剛才說到的 你創立了一個環保 對 是吧 對 第一題 開車入怒症 開車入怒症 C 疲勞駕駛 快 我的答案是 A 老司機 先鎖定 對 確定 我用刪除法 我覺得入怒的人呢 其實 不太可能臨事故 我覺得他們非常容易 而且很逼近 接近 甚至於就發生了 經常事故 那疲勞駕駛 我覺得疲勞的人 一般來講 他已經通常就已經沒有力氣 他根本連生氣的力氣 都沒有了 他應該是非常的 極度想要睡覺 那老司機已經開了 那麼多年了 開了二十三十年了 路不就這樣嗎 固執 固執 就是老司機的個性 我說了什麼 就是開車 這個路就是這樣 你為什麼不聽那個GPS呢 GPS跟你從右轉 沒有 沒有 這個就是這樣 很多老司機的人 有老人的個性的固執面 然後他們就會容易 遇到一些事情 他有他自己的邏輯 自己人生的規範 自己行車的一種標準 所以他在行車當中 他只要認為 你不合他的標準 不在他的這個軌道裡面 他就會生氣 就異怒了 老司機 答對了嗎 請進去 好 謝謝 謝謝 第二題 潮牌厲害點故 潮牌厲害點故 請出題 街頭潮流品牌 A BATHING APP 的圓人LOGO 為人印象深刻 請問當初命名的意思是什麼 A 愛洗澡的星星 B 跑溫泉的圓人 C 瀑布下的圓人 這個 因為他是雷狗啦 這個人很厲害 A BATHING 他已經賣給那個香港的 新產 厲害啊 他 那 對 那我覺得因為他那個 A BATHING 就是有點像是浴室 會有點混淆 對 對 對不起 我要 我的答案是 B 泡溫泉的圓人 來 請手令 你浪費十秒 對不起 浪費十秒 你多肯定 我覺得我幾乎是覺得 是正確答案 因為日本很多的地方 有很多的圓人 好像北海道 或是很多溫泉的地方 他們在冬天的時候 很多的猴子 你看 上網看 日本人很多喜歡拍那個猴子 在泡溫泉的照片 就很舒服 代表他一切是舒服 放鬆 極度放鬆的狀態 那其實他跟街頭文化 也有一點相關啦 那我覺得他只是這樣 告訴大家極度的舒適 放鬆的狀態 而且A BATHING BATHING就是 BATHING 有一點是 你盥洗洗澡的時候 在用的時候 所以大家會以為是愛洗澡的星星 其實不是 是泡溫泉的猿人 因為他那個是猿人 我覺得是 泡溫泉的猿人 講什麼都好誠懇 猿人 連掰答案都掰得好誠 那好棒 這是你節目 我必須要這樣子 你好棒喔 對不對 我們不要亂來 泡溫泉的猿人 好棒喔 更舒服的感覺 極度的讓我想知道答案是什麼 來 請介紹 到了 謝謝 我媽就知道了 極度 謝謝老師就知道了 我回來跟我講說 幫我去買阿伯 我說阿伯是什麼 他說那個就是阿伯 對 其實這個品牌 他的全名喔 是 就是泡溫泉的猿人 他的意思呢 想要傳達的就是 在安逸生活當中的猿人 那當初呢 是因為這個設計師啊 他們非常喜歡 人圓星球這部電影 所以想要傳達的是 這樣的一個概念 當初做這個潮牌呢 其實也不是以營利為主 純粹就是做興趣的 沒有想到 有一次日本天王 木村座哉 穿了這件衣服 結果就讓這個潮牌 一夕之間爆紅 變成現在許多人喜歡的這牌子 一萬在巷子頭了 好 因為外景喔 外景主持人 來 我選擇 埃及美女的態度 埃及美女態度 請處理 好 我選擇 A 體型風雨 就說你 我之前有看過一個 很久很久的一個影片 就在講那個實際 然後我看到裡面的女生 就是體型風雨的那種 好像唐朝啦 她臨時演員 只能找到那些身體 不...這一定有 因為她拍實際 那更有典故的好不好 不能亂拍啊 覺得身形 真的特別挑選 一定的 她一定是按照她當時的文化背景 去打量這個劇情的需要 她不應該會亂拍啊 應該是有沒有 會隨便找 不是 應該 有可能是不是找不到獸 你不要毀搖我 好 進階層 進階層 差點啦 大多得了 你發達了 你拿禮物回去 我有拿禮物了 沒有空手啊 老婆 我帶禮物回來了 老的老小的小都會你 帶禮物回來囉 意形風雨 來 補充一下 來 行 好 像我們這種圓潤的女生 就會很多人就會說 你生錯時代了 如果你在唐朝 大家一定會很喜歡你 覺得你是個美女對不對 告訴你 這個時候呢 你只要趕快買一趟機票去埃及 馬上可以感受 重心拱躍的感覺 因為埃及人呢 他們認為女生胖為美 所以通常他們喜歡 比較肉感的女孩子 因此在埃及啊 其實有六成以上的女生體重 都是已經過重的狀況 甚至還被聯合國的健康部門 已經下警告說 你們真的是太胖囉 整個國家應該要好好減減肥了 來囉 下個階段 第四題 女生兩分五十秒 好 畢卡索的一句話 畢卡索一句話 請看 根據畢卡索的媽媽表示 畢卡索生下來第一個 學會的西班牙語是什麼 A 畫畫 B 色彩 C 鉗筆 我以為是畢卡索的一句經典名言 結果來自這個 畢卡 畢卡索生下來第一個 學會西班牙語 你有小孩的 來 C 我的答案是C 好 請鎖定 對嘛 猜的就對了 你是猜的對不對 我是猜 但是我覺得有點道 因為它是從素 然後它是從素描開始寫 它是從素描開始 後來才會到抽象 畫畫色彩 鉛筆 都跟畫畫素描都有關係 是跟小孩子發音的習慣 對 發音 唇嘛 什麼 唇齒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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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是西語 西班牙 西班牙 不知道怎麼講 西班牙語是 沒有 不是 沒有啦 我剛剛還是覺得是 素描 就猜的 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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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語的這個 這個鉛筆呢 其實是發音是皮茲 那這個 比卡索的媽媽就說 她很小的時候 就已經展現出 對繪畫的天分 以及興趣 所以她整個人 會講的第一句話 就是對她說著 皮茲 皮茲 就是希望拿鉛筆來畫畫 那的確她也非常的厲害 比卡索的爸爸 是一個美術系的教授 但是她發現 皮卡索到十三歲的時候 她的畫 就已經被自己的兒子 給打敗 所以她爸爸 就再也不畫畫了 不過也因為 皮卡索實在是 太有藝術天分 所以她的學業 到十六歲就終止 專心做畫 也是現在很少數 可以名利雙修的畫家 好厲害 對 好厲害 你現在不是 也在練習畫魚嗎 對 搞不好你生前也可以 有人說那個魚 也可以送來裡面的其他 好不好 我畫一幅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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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畫一幅給你 我覺得你畫得很好 謝謝 謝謝 好不好 好 來 第五題 硬搖滾人格 請出題 這是什麼都有啊 這個要花一點時間了 Hot Rock的特質個性熱情奔放 Yeah 這一 對啊 但它具有同理心啊 Hot Rock 你具有同理心 硬式搖滾 熱情 善於 這好難喔 這好難喔 這硬式搖滾 Hot Rock 這不對 你離三萬是不可能到的 Yeah Hot Rock 快點喔 好 我選B 我選B 同理心 請鎖定 個性奔放是Hot Rock Rock都是就是開心啊 所以理所當然的 就不是答案 對 我覺得最不是 是吧 你具有同理心 你AB兩個選擇 為什麼把分析思考給刪了 因為搖滾的時候 有時候很直啊 他沒有辦法思考事情 他沒有辦法那麼多的分析啊 Rock就感覺來了 你的意思是說 他沒辦法瞻前顧後的 是不是 沒有那麼多的 他可能後面會去琢磨一下 這發生什麼事情 他前面是一頭就衝嘛 那才有搖滾精神嘛 認為他答對的舉手 但是有同理心吧 你為什麼不舉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分析思考耶 為什麼 就是我身邊喜歡Hot Rock的人 都是這樣 你身邊的人是假Rock 什麼回答 我想說因為很多Hot Rock的人 他們在寫歌或是寫詞的話 會比較很多那種分析思 或是想要喊出那種精神的意義的 那種感覺 那有些還會就是提倡一些 可能環保議題 或是兩性議題啊 就是比較少群人關注 可是他們應該是有同理心 才會這樣關注那個議題 沒錯 所以我覺得應該也是B吧 我覺得你異星真的是音樂人 對 音樂人 你講得完全正 我覺得是已經比我的思維還要更精準 我覺得讓我很有信心 我覺得就是同理心 我越來越覺得這個答案是對 希望你是對的 請介紹 希望你是嗎 我在那邊承認我是個假Rock 天啊 不好意思 我聽一下怎麼說好不好 好 我覺得他講得滿有道理的 來 請揭曉 來 告訴我們 這個答案是善於分析思考 其實如果你想要了解一個人的個性的話 不妨打開他的歌燈看看 如果他喜歡的是比較強烈的音樂 比如說重金蛇啊 或者是這個硬式搖滾的話呢 他通常就是這個性格呢 也比較善於分析 那怎麼樣是有同理心的呢 喜歡的是民謠啊 或是比較軟性的音樂 古典樂之類的 而另外呢 其實這也跟年齡有關係喔 越年輕的人呢 可以接受得比較強烈 硬式搖滾的音樂 但是呢 年紀漸長之後呢 就會改喜歡比較鄉村風啊 民謠風之類 比較軟性柔性的音樂 來 得到什麼獎品 嬉皮笑臉的 受不了嬉皮笑臉的朋友 知道嗎 來 恭喜希望大哥 得到的是 Bubbling Plus surprise bottle 氮氣金旗瓶 就是利用流體氣體等力學的元素 創造無負擔 改變飲品之地的金旗瓶 一分鐘之內 可以讓氣體跟液體融合 這樣烈酒變得更甘醇 咖啡變得更滑順 發揮飲品的最高價值 謝謝 來進行下一回合的